所以事實上美軍能然高度戒備 更特別的是拜登仍然召開最新的記者會說 俄羅斯仍然可能隨時入侵烏克蘭 對這個美國媒體先前報導說 2月16號今天這一個烏克蘭就會遭到俄羅斯的入侵 但是目前來說沒有發生 那所以這一個俄羅斯的外交部就這一個 等於說等於此效這個美國 那表示說他其實只是在這一個 打這個戰爭的宣傳戰 那表示這也是一場美軍的宣傳戰的慘敗 那也有媒體跟風認為說 這個是美國最近針對烏克蘭情勢 不斷喊這個狼來了 結果最後是情報失靈 但是是不是這樣 我們反個角度過來看 反而也許是因為美國這一次不斷的敲鐘示警 那成功阻止了這個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的行動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過去來講的確非常少見 不過去年我記得有一位美國的學者 提出一個叫偵察威責的一個概念 偵察威責就是說透過不管衛星偵察機 各式大量的對敵軍的行動偵查 那把它所有的可能要這個侵犯別人的入侵的意圖跟行動 全部曝光 那用這樣的方式來阻止這樣的軍事的戰爭爆發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套說法 先前就是美軍運用在台海不斷的派這個電針機 各方面在監控解放軍的行動 透過這樣的動作要去嚇阻中國對台入侵 那現在放在烏克蘭戰場上似乎已經開始在應驗 那這一套的一個做法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要另外一提華盛頓郵報 郵件報導非常特殊 它曝光了這個華府 其實針對這一次烏克蘭緊張情勢 組成了一個叫Tiger Team 一個老虎小組 這個老虎小組 在去年底12月就進行過兩次的實際的兵棋推演 而且一推就數個小時 那它中間召集的包含美國的國王部 還有包含像國務院 還有像能源部財政部所有的單位 全部都來進行兵推 而且它兵推過程非常的細膩 它甚至各種假想情況 劇本都把它寫出來 包含像俄羅斯如果入侵烏克蘭 只有一小部分 譬如說我們談到 如果只有入侵烏東 那怎麼來處理 或者入侵大部分 或者最後全部佔領的話 美國要如何因應 那會有這樣的一個兵推 跟這樣一個Tiger Team組成 主要是有前車之鑒 因為美國認為說過去2014年 俄羅斯突然併吞克里米亞半島 美國反應不及 才會讓這樣的狀況發生 這一次絕對要全面的預防 那在兵推過程中 甚至也從這一個俄羅斯 如果入侵烏克蘭 從第一天開始推起 推到入侵之後 兩週要如何來應應 而且不是只有軍事上面的反應 包含像這個發生過程中 如果引發大量的難民 那這個要如何處理 還有包含像 在烏克蘭的美國大使館 美方要如何尋求來保護 還有甚至事後各種制裁措施 要如何一套一套的來完成 那甚至包含像俄羅斯 如果出手切斷 這一個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那要如何跟這個歐盟來合作 那除此之外 他的這一個國安會戰略規劃主任 有一個叫比克 還特別把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也就是不可能發生事件 全部都把它拿出來推演 包含像 這個發生可能性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如果又有新型的變種病毒爆發疫情 在這次戰爭之中 那美方要如何來協助烏克蘭 這些全部都放進去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拜登政府這次針對烏克蘭情勢 確實是有備而來 那曝光這麼多的一個情資 當然是敲鐘預警 那是不是能夠阻止後續 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 目前來看這一局 基本上美方跟西方陣營是勝出的 那這個普丁變成轉而尋求談判 這樣的一個手段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因為實際上的動作 衛星情報就是顯示 這個俄羅斯大部分的軍隊 其實都已經進入射擊陣地 最近離烏克蘭 其實不到這個20公里之遠 那還有剛剛講到 連野戰意願其實並沒有撤 那這都是實際要作戰的一個準備 還有包含像後勤補給的這些營戰 都跟著部隊在推進 那當然還有剛剛講到說 既然宣布要撤軍 那為什麼同時間又對 這個烏克蘭進行網路攻擊 因為烏克蘭包含像國防部外交部 甚至銀行APP都受到 這個阻斷式的攻擊 所以看得出來俄羅斯對烏克蘭 當然不可能如此輕易放手 那即便有比較大規模的撤軍 其實美方還擔心的 當然是俄羅斯對 這個烏克蘭打的混合式戰爭 因為混合式戰爭 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 就已經出現過 這一次外界也擔心 有可能複製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混合式戰爭 其實包含剛剛講的那一次 兵推裡頭其實就有推到說 那個俄羅斯可能用派遣雇佣兵 進入烏東然後製造 所謂的這個混亂 或者是用一個假旗行動 來殺害所謂俄羅斯人 讓俄軍有藉口跟理由 進軍烏克蘭 那這樣的動作 也是美方所防備 那中間一個很特殊的部分 就是包含像 先前在克里米亞半島 最後出現的所謂的小綠人 這些小綠人身份非常特殊 因為他穿著軍服 但是沒有任何的徽章 也沒有任何的識別 那這些小綠人事後被發現 原來他是屬於一個 俄羅斯內部一個非常秘密的一個兵團 叫華格納集團 那這個華格納集團 曾經被指涉說是這一個 普丁的私人部隊 那也是他支柱 不過普丁針對這個事件 曾經公開澄清 說他跟這個集團完全沒有關係 不過實際上這樣的一個華格納集團 就是穿著這樣的一個軍服 那沒有任何識別的小綠人 那曾經這個出現在 不管是非洲甚至敘利亞都動用過 那他這個內部的成員 外界認為可能是來自於聯邦 俄羅斯的聯邦調查局 聯邦調查局或者是一個叫GRU 聯邦俄羅斯的這一個總參謀部 這些成員 而且他成立的一個成員 主要是俄羅斯特種部隊的上校 那更特殊的是他訓練的一個場所 居然就公然在這個俄羅斯的部隊裡面 所以也被外界認為說 的確這支部隊是可能是 這個普丁的私人傭兵 那所以在這一次烏克蘭的這個戰爭裡面 也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混合式戰爭 即便沒有軍事的動作 也可能開打 所以我們最後要講就是普丁 他的終極的一個戰略目標 就是併吞烏克蘭 只是手段上面的一個不同 那軍事行動絕對是下策 那現在改採混合式戰爭 或者是用不戰而躲烏克蘭的一個方式 才是他真正的上策 敏捷剛剛看到的是喔 252局勢能然非常複雜 那美國現在另外一個工坊的核心 是在北溪二號跟能源的戰場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是軍工的戰場 特別是蘇聯瓦解之後事實上呢 有一陣子全世界各國都找蘇聯喔 去搶購這一個相關的軍工跟武器 對其實喔 蘇聯跟烏克蘭喔 就俄羅斯跟烏克蘭喔 過去其實都是同一套軍工系統喔 那等於說1991年冷戰之後 其實基本上有30%的軍工期益 還在烏克蘭喔 那我先談一下 其實喔 這關係過去的歷史非常微妙喔 那不只中國跟烏克蘭 跟俄羅斯的關係密切 其實台灣跟烏克蘭 甚至這個前蘇聯也有一段密使喔 那有一個訊息大家聽了可能會有興趣 其實早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差一點就買了蘇凱27戰機喔 那時候這個 就是我們國軍要買蘇聯的戰機 蘇凱27戰 對 而且那時候就後來的 已經看到這個軍情局長的 葛廣民中將也曾經證實過喔 他還這個秘密到這一個 俄羅 當時的蘇聯去試飛喔 那如果當時買的話 現在可能 呃 台灣的戰機可能 不一定是F-16 有可能變成是蘇凱戰機喔 但後來因為後勤補給各種考量 甚至怕這一個影響美國的關係 所以後來作罷喔 不過這段密新我們講 回來就是說 我先來談中國跟蘇聯 或者是這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喔 那當然 呃 當初這一個等於二戰之後 那這一個 呃 日本戰敗 那當時這個關東軍 至少遺留了100萬 呃 部隊可以使用的 不管是戰機坦克或者是機槍喔 那這些後來史萊良都決定要交給解放軍 所以這些變成是解放軍當初喔 他的軍事武力的一個重要根本 所以你看到1949年 他在天安門閱兵 其實有些裝備都是前蘇聯的裝備 喔 還有包含像日本的這個裝備啦喔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後來這一個當然派了非常多的人 到蘇聯去學習軍工科技之外 其實跟烏克蘭的關係也非常的密切喔 那甚至到這一個這次的事件之前喔 其實烏克蘭提供了解放軍 現在的喔 現役的包含像這個野馬級的氣電船 這是可以用來對台進行兩棲奪島攻擊 非常這一個具有威脅性的氣電船喔 也直接技術轉移給中國 那甚至包含像大家知道遼寧號 庫茲捏佐夫上將號 當初就是在這個烏克蘭沒有完工的情況之下 直接從那裡拖回來 那再改造成所謂的遼寧號喔 那主要是因為烏克蘭 他在這個蘇聯瓦解之後 他這個還擁有了當時的這個蘇聯系統的750加工廠 還有140加的科研的這一個這個氣機構 那包含像非常著名的安托諾夫設計局喔 他設計的AN-124的運輸機喔 就是四個發動機 那還有包含像這一個全球最大的這一個運輸機 有六個發動機的AN-225 都是烏克蘭所打造喔 那甚至像這一個解放軍過去在這一個仿造 所謂的這一個俄羅斯戰機把這一個 蘇凱27改造成殲-11B喔 那他的過程中其實包含他的航用雷達 也是跟這個烏克蘭一家叫革新設計局買了NIP-N001型的雷達 那後來現在最近傳出說他已經換裝成白頭的殲-11 要改成這個ISAR雷達之前 其實這些航電設備都是跟俄羅斯採購 那還有烏克蘭也負責了這個航母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攔截所 包含像滑跳式的攔截所 都是由烏克蘭所打造喔 那臺灣跟過去前蘇聯的關係喔 要講回這個1991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蘇聯瓦解喔 那李登輝總統秘密派了兩個國安會的重要人物 包含像副秘書長林碧照 還有這個張榮鋒喔 那從香港那秘密到這個莫斯科去進行訪問喔 那這有美理報導中間的過程喔 其實非常的這個神秘喔 那二方甚至喔 直接邀請這一個兩位臺灣的國安的重要人士喔 到一個這個很破舊的農莊 去這邊吃晚餐 結果沒想到這個破舊農莊一進去 裡面居然是跟克里姆林宮一樣金碧輝煌 而且才知道說原來這個是蘇聯的軍事情報局的掩護喔 所以這樣的過程中當然 雙方建立了一個初步的關係喔 那當然沒有進一步的合作 不過事後就如同剛剛講的 這個臺灣後來派員到這個蘇聯去進行 所謂的蘇凱227試飛喔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意向跟動作喔 不過還有一個外界比較少得知的 是到進入到扁政府時代喔 印象中大概2003年我寫過這個報導喔 其實現在喔 這個臺灣的軍事情報局喔 非常神秘 大門口一般人是不能進去 不過過去我們採訪的時候曾經進去他的一個 呃 宇農紀念館的二樓喔 裡頭滿滿擺了很多的這個排位喔 那這個排位就是過去我們的軍事情報人員 殉職的人員 那中間比較特殊的是在正前方喔 我記得可能是右側喔 右側有一位叫做馬美強 這位馬美強喔 呃他是一個校級軍官喔 當時就是秘密派在俄羅斯的一個情報人員 但是很不幸的外界懷疑他遭到中共的情治人員給殺害 所以這個軍情局特別紀念他喔 所以看得出來過去不管是臺灣或中國跟蘇聯也好 跟烏克蘭其實都有非常密切的這個軍事關係喔 這些關係也輕動到後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我也沒想到 8 上來